大家好,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,这样我发布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市面上大多数高阶处理器仍然是单片形式的,但随着前沿制造技术的使用成本越来越高,设计方法正在转向多晶片模块。 在未来的几年里,多晶片系统封装SIP预计将变得更加广泛,先进的2.5D和3D晶片封装技术将变得更加重要。 虽然多晶片SIP有望简化高度复杂设计的开发和验证,但它们需要全新的开发方法,因为3D封装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。 这包括3D集成所需的新的设计流程、新的电力输送方法、新的封装技术和新的测试技术。 为了充分利用台积电2.5D和3D封装技术,如INFO、COS和SOIC等封装技术的优势, 晶片开发行业需要整个生态系统在晶片封装方面协同工作。 台积电10月底已宣布,成立开放创新平台3D Fabric联盟,推动3D半导体发展。 这将是半导体行业第一个与合作伙伴加组3DIC生态系统的创新联盟, 为半导体设计、记忆体模块、基板技术、测试、制造和封装提供全方位的一流解决方案和服务。 目前已有19个合作伙伴加入,包括了美光、SK海力士、ARM、西门子、日月光、Synapsys等。 同时,这一联盟是台积电第6个开放创新平台OIP联盟。 目前,台积电开放创新平台OIP由6个联盟组成,分别是EDA联盟、IP联盟、设计中心联盟DCA、价值链联盟VCA、云端联盟以及这次最新成立的3D Fabric联盟。 新联盟将帮助客户快速实施晶片和系统机创新,使用台积电的3D Fabric技术、全面的3D堆叠和先进封装技术,推动下一代HPC和行动应用的发展。 台积电希望通过创新的协作模式,组织跨台积电技术、电子设计自动化EDA以及IP和设计方法的开发和优化,帮助客户克服半导体设计的复杂性。 3D Fabric联盟中的成员,可以尽早获取台积电的3D Fabric技术,与台积电同步开发及优化解决方案,覆盖EDA、IP、设计中心、价值链、记忆体、封装测试OSAT、基板及测试的解决方案和服务。 例如,EDA合作伙伴可以提前使用,台积电的3D Fabric技术进行EDA工具的开发和增强,以提供优化的EDA工具和设计流程,使3D IC设计更有效。 IP合作伙伴开发符合摩对摩接口标准和台积电3D Fabric技术的3D ICIP,为客户提供各种各样的高质量,经过验证的IP解决方案。 Cadence高级副总裁监朱伟与签约集团总经理表示,多年来,Cadence一直与台积电在EDA和IP支援方面密切合作,使客户能够成功利用台积电的3D Fabric技术。 他们与台积电的最新合作,包括对台积电3D Blocks标准的EDA创新和Integrity 3D IC平台的认证,以及双方统一的3D IC规划,实施和分析解决方案。 Synopsys总裁监运营长表示,通过新的3D Fabric联盟,Synopsys和台积电正在加速多晶片系统设计, 以实现经济高效的集成、优化的效能和能源效率。 美光高级封装技术开发副总裁则表示,美光在以前和现在的高频宽记忆体HBM研发上,一直与台积电开展密切合作,以实现CoOS工艺兼容性和HBM交互。 其指出,美光加入台积电的OIP3D Fabric联盟,并将通过更深层次的合作,为未来的下一代HBM提供解决方案,以支援客户在系统产品创新方面获得成功。 台积电的3D Fabric技术,属于先进封装技术,包括前端3D晶片堆叠或SOIC系统整合晶片,后端的CoOS及Info系列封装技术,以实现更好的效能、功耗、尺寸外观级功能,达成系统级整合。 台积电设计与技术平台副总裁表示,三维系堆叠和先进的封装技术,为晶片级和系统级创新的新时代打开了大门,同时也需要广泛的生态系统合作,以帮助设计者在无数的选择和方法中找到最佳路径。 在台积电与生态系统合作伙伴共同引领之下,最新的3D Fabric联盟为客户提供了简单且灵活的方式,为其设计释放3D IC的力量。 他表示,以迫不及待,想看到客户们采用台积电3D Fabric技术所打造的创新成果。 台积电的3D Fabric联盟汇集了,电子设计自动化,EDA工具的开发者,智慧财产供应商,合同晶片设计者,记忆体制造商,先进的机材生产商,半导体装配和测试公司,以及用于测试和验证的设备制造集团。 虽然该联盟目前有19个成员,但随着实践的推移,预计会有更多新成员加入。 作为联盟的领导者,台积电将制定某些基本规则和标准。 同时,3D Fabric联盟的成员将共同定义和共同开发,台积电3D Fabric技术的一些规范,将率先获得台积电的3D Fabric路线图和规范, 以使他们的计划与晶圆厂的计划以及联盟其他成员的计划保持一致,并能够设计和优化与新封装方法兼容的解决方案。 最终,台积电希望确保3D Fabric联盟的成员将为其客户提供兼容和可护操作的解决方案, 以便快速开发和验证使用2.5D和3D封装的多晶片SIP。 同时,为了用合格的EDA工具和流程统一设计生态系统,台积电开发了其3D Blocks标准。 3D Blocks涵盖了构建采用2.5D和3D封装方法的多晶片器件的各个方面, 如晶片和接口定义,包括物理实现、功耗、散热、电线EIR将EMIR和定时物理验证。 最终,台积电设想,该联盟将大大简化和精简开发更先进晶片的过程, 特别是对那些更依赖外部IP设计的中小型公司。 虽然像AMD和辉达这样的大公司,倾向于开发自己的IP、互联和封装技术, 但多晶片SIP有望使小公司也能开发复杂的晶片式处理器。 对他们来说,标准的第三方IP、快速上市和适当的集成是成功的关键, 所以3D Fabric联盟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。 台积电表示,3D Fabric联盟将协助客户达成晶片及系统级创新的快速实作, 并且采用台积电由完整的3D细堆叠与先进封装技术系列, 构成的3D Fabric技术来实现,次时代的高效能运算及行动应用。 台积电目前在竹南拥有全球首座全自动化3D Fabric晶圆场, 将先进的测试,台积电SOIC和INFO操作集成在一起, 通过利用更好的周期和质量控制来优化封装, 为客户提供最佳的灵活性解决方案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扩论有余。 最后,请你点赞、订阅,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